TBBS 壯世代健康大調查 發現50歲到64歲的壯世代 七成以上在運動支出少於500元 最常重的運動就是散步 當然還有四成以上的體重過重者 完全不運動 相信很多人是因為沒時間運動 但是在壯世代這個階段 最需要維持健康和體態 養生祕訣是找時間運動 養成健康的習慣 很多人懷疑散步是否可以當成運動 其實在臨床上也可以看到 許多患者沒時間運動 沒有體力 我就會建議平常要多走路 像在工作期間多走多動 我個人也是屬於沒時間運動的族群 要達到運動目標 在平日上班的時候 在醫院裡面開會 尋房時可以走來走去 以及盡量走樓梯 到下班前也能夠走到近萬步 如果白天工作時沒有走完足夠的步數 下班後和家人一起走路 散步也是很好的運動 很多人不喜歡運動是因為無聊 如果能夠和家人一起走路邊聊天 不知不覺就可以運動超過30分鐘 把走路的速度加快到走路有點喘 會流汗的速度 這樣每天的運動量就足夠了 創世代要維持體態 光是散步運動是不夠的 建議飲食更要控制 很多人都有喝咖啡的習慣 喝咖啡加糖再配上甜點 這樣就很容易讓熱量過量 過去我喝咖啡時也是喜歡加糖和奶精 後來改黑喝咖啡 漸漸借了糖跟甜點 體態也更容易維持 創世代族群很多人還在事業上打拼 很容易壓力產生而影響健康 壓力不只讓人生意 負擔大也會讓血壓升高 健康受影響 建議要養成規律的生活 在早上剛上班頭腦最清晨的時候 可以處理重要事物 按部就班 一鍵一鍵完成工作 就可以避免壓力影響身心 創世代越活越健康